這週裡面我們的疫情就非常的控制的比較穩穩定 所以都往下在走 除了我們的立志圖 每週的疫情發展圖以外 也可以看到我們周遭 在最後7月3號 我們還是要非常小心 我們周遭像三峽區 還有這個淡水區 這幾個區域 我們還是要緊密的做一些觀察了解 雖然沒有上升 但是我們希望周遭的幾個比較輕微的疫情 一定要逐一逐一的把它做好 完整的掌控 所以我們要繼續努力 所以10萬人的疫情的整個分布人數圖 也成為這張圖一樣 還是在森宏市的熱區當中 那周遭區域也期盡於幾乎都完整的控制住 所以讓市民朋友也能夠 覺得我們整個疫情還是我們可以掌控當中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不要掉以輕心 小心翼翼 那目前我們有39處的篩檢站 我為什麼每次都要公佈 都要提醒視頻朋友 我說希望視頻朋友 不要怕疫情的黑數高 要趕快來塞 把黑數找出來 數量高沒有關係 那都是膽戰的 就能夠趕快阻斷隱形的傳播鏈 也可以趕快把無症狀的確診者趕快找出來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很快速的恢復健康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拜託市民朋友 39處的篩檢站要好好的利用 那至於這種疫苗底下都是中央所做的規定 我們特別再做一次的報告 我們7月2號前市的拖曳機構 跟居家保姆疫苗的接種 經過中央核定 我們照冊通過以後 施打的時間是從7月2號到13號 是19家醫院跟4家衛生手施打 我們累計要施打8808人 這是在中央的規定底下 我們依序來做施打 至於整個交通運輸 新北的公車 新巴士 捷運 駕駛 跟站務人員 從7月6號到7號 我們總計要施打2969人 接種地點在醫療院所 我們會分梯次來施打疫苗 這也是中央的相關規定 讓這些跟民眾普遍有接觸 或是跟肉小族群有接觸的 都趕快來施打疫苗 至於新北市 這三天的施打疫苗 從7月2號到7月4號 72歲以上 跟原志民62歲以上的長者 我們目前在三天裡面 預約了83509人 完成接種是77100人 接種率是92% 市長還是一句話 按照年齡 時間到一定打得到 一順序 安心施打 今天還是要再度的說一次 因為7月6號 明天就要開始一夜 70歲以上 跟原志民60歲以上的長輩們 在第一階段要一夜 一夜的時間 7月6號 7月7號 這兩天 禮拜二 禮拜三 那這裡面 我們有兩個軌道 一個就是 希望用QR Code 上完 快速一夜 所以在七公所跟宿的網站都有 另外一個軌道 就是七公所跟里長 里幹事會就近協助 那這當中可以透過 七公所的專線電話 幫大家來做服務 還有34家的醫療院守 也有網站可以一夜 新北市在今天確診病例 降為了個位數 在今天新增了有5例 那麼宏友宜表示 在新北可以說是控制穩定的 而針對保姆 還有交通運輸人員 陸陸續續 不要開始施打疫苗了 當然75歲以上的長 70歲以上的長者 也可以開始來預約要施打 更多的訊息 稍後聽給您